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你好 我是1971年的属猪的 我想问问我的身体 哎呀 你要注意啊 你身上长东西了 对 我是去年 我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中风的 现在已经一年了 然后我脑子里头有一个瘤 我说的就是你脑子里那个瘤 听得懂吗 而且它压迫了你这个血管 对 是眼睛上的那个 所以它压迫你这个血管 造成你手脚都不灵活 听得懂吗 台长我告诉你 你们要去做超纯步 还要排队 说核子工程还有预约 台长当场看 一秒钟 然后我的身功能 还有点下降 然后呢 我七年以前还有那个 过敏性子颠 对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人呢 过去 气量比较小 明白吗 明白 不能容忍别人 而且你的婚姻有过波折 是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长期的生气 听得懂吗 是 难过 不开心 你就造成了脑子上长东西了 而且你补过头了 你杀了很多的东西吃活的 对 开什么玩笑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现在 我告诉你 医生都不敢给你动手术脑子 因为你这个地方太靠近血管 阻血管 开了之后 开坏掉 你就风瘫了 所以医生不敢给你开 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现在你求观世音菩萨 你吃全素 我从早看 我自从看了卢台长的那个碟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吃婚了 要许愿 许愿了 许愿了是吧 对 许愿之后 然后每天要念经 念礼佛五遍 礼佛 而且你要放生之后 慢慢这个流会缩小的 明白吗 念经的时候 天天念 大肢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觉观世音菩萨的光 从上面下来 照着你 每天念的时候 就觉得光下来照着你 时间长了 你这流就慢慢会缩小了 你现在只要手脚一灵活 这个地方就小了 如果你的手不灵活 这个就压血管很厉害 你不能让它长压的 五年之后 这个地方血管就会老化 你就会脑出血 脑中风 你就会风瘫 台长跟医生讲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 我还想问一个很急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呢 我供了那个道教 我以前是修道的 我已经供了十多年了 但是呢 我自从接受 就是看了 结了缘以后呢 我就非常心理感应 就是心灵法门 我喜欢 所以说我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 纽约的师兄们 也 也 也说 不知道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很简单 首先 你自己 如果学心灵法门了 你就拜观心菩萨 但是我有一个观音 二十年以前 我请回来 我知道 你现在供不供了 都在供 一直在 都在供 你把它跟道教的放在一起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不可以的呀 听不懂了 然后呢 你 现在 比方说 你过去供道教的 那也是很好 不管什么教派 台长都很尊敬 因为 每一个门派 每一个法门 每一个宗教 都是与人为善 都是希望 让我们回天的一条路 但是 选择一条 最适合你自己的路 你可以跟观心菩萨说 我现在 暂时 我先学心灵法门 我就供观心菩萨的像 那道教呢 先自己呢 要念经 要念四十九张小房子 给他 然后呢 慢慢地把它横过来 包好 放在边上 先不供 如果你觉得 要供 你可以另外放一个佛台 两面供 大家想一想 庙里有多少个房间呢 为什么要分开啊 这个庙是供哪位菩萨 这位庙呢 供观地菩萨的 实际上就是要分开 听得懂吗 那我就不用再请观音菩萨了 就是我家 要的呀 东方台的那个观心菩萨很灵的呀 你不求你怎么行啊 那我之前的那个观音像 你请的放在一起呀 知道了 你把东方台的那个照片放在后面 到门口就去拿一张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把你的观心菩萨 持像放在前面就好了 我都看到了 你前面是个持像的观心菩萨呀 对不对啊 是一个画 有点旧 有点旧 对 很旧的 但是供的已经好像出来了一样 就像突出来一样的 对对对 好了 你记住了 你现在 你这个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人 很喜欢你 我看是一个长者 我不知道是 你怎么会跟他有这个缘分的 他现在很喜欢你拿在你身上 听得懂吗 知道 嗯 你知道就 我也感觉到身上 到了我能知道他 他有时候因为他过去帮过你一点忙的 但是他有一点 又是个 又是个感情问题了 听得懂吗 所以你不要太多情啊 你败就败了 不要多情啊 你太多情了 那我 那我需要 练小房子给他 是不是 你练小房子呀 因为我有病以后 我现在经常的做梦 每天做 我母亲 我哥哥 因为他们都已经过去 全来了 对 全来了 你记住 如果你们一个人生病之后 今天做到这个 明天做到那个 如果都是亡人的话 对不起 你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想好了 一个个 在活着的时候 只要做梦 谁做到 就把它念掉 做到谁 就把它超度掉 超度掉 最后你就没有人来欠债 来还债了 听得懂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走的时候 你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 亡人来看你们的 所以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 大家知道 叫窝空啊 抓空 如果躺在床上 你要看他走不走 医生都知道 这个人眼睛睁着 哎呀 你不要来啊 你不要来找我啊 实际上这个时候 他眼睛已经看见 鬼来抓他了 所以他就说 你不要来啊 你要跟他 把鬼推出去 这个时候医生一看 这个人很快就要走了 大家听得懂吗 而且再告诉你们 一点知识好不好啊 你们想知道吗 黑白无常是干什么的 台长告诉你们 黑无常 是管地府 但是呢 你们如果做的应事 缺的应得 黑无常 把你们记下来 那么如果当你们做梦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似梦似飞行当中 那么突然之间 眼睛睁一开 好像是 哎 怎么有个黑影子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黑无常 那么黑无常 来了之后呢 你就要多做 善事 不能缺音的了 大家听得懂吗 你一定就是说 法律管不了你的事情 但是你在背后 做了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黑无常 来看你了 你已经危险了 但是还不会死 那么白无常来 就是等到一个白无常 你突然之间醒过来 看哎呀 怎么一个白影子在这里啊 那么这个白无常 就是因为你在阳间 做了太多的事情 所以你做错事情 他来跟你记下来 来管你了 如果你哪一天 黑白无常 一起来 那么对不起 你就 拜拜 by bwd6